好啊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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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姓男子看到遠景上門 還來不及反應 就立刻被壓制在地 因為他涉嫌暴力討債 把被害人用手銬拘禁 還聚眾到民宅鋪漆 擾亂社會秩序 招警方上門逮人 借款人福利償還高利貸的時候 集會由林姓腳頭 叫縮腳地來強壓被害人 再用手銬腳療 私情拘禁被害人 並脅迫他們還錢 警方表示林姓男子是新北市 蘆洲五谷一帶的腳頭 對外都自稱是台聯地方黨部主任 不過卻主打替人排解糾紛 狹怨報復 還在自家招待所受託處理 還不出錢的計程車司機 行徑相當囂張 警方將涉案7人一網打盡 一違反刑法恐嚇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頌犯 針對這種巨重鬥 尤其涉及到黑道礦塊 或者是有連續性的 重複性的一個 這紀重溝的 這些涉嫌人 要移送法犯的時候 要跟檢察官接洽 能申請駕壓就申請駕壓 巨重鬥毆修法後 雖然案件數逐年減少 但暴力事件依舊層出不窮 警政署長加強執法手段 一連三天開破案記者會 展現打擊犯罪決心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記者邱世民台北岸 特寧 記者邱世民台北上提破